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这样发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七句祈祷文的功德 这个七句祈祷文的功德通过这次的学习以后 我想很多道友应该了解到内外密的殊胜心 和它的巨大功德以后也应该方便的时候 大家都念七句祈祷文尤其是念诵的时候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和智慧 悲信舍在佛学当中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平时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信心为根本 对三宝 对上师 对四弟有信心的人来讲 他今生和来世的一切的一切可以如愿以尝的 不会有困难的如果根本信心没有的话 表面上虽然这个人有智慧 有辩词 有能力 有技术 可是最后这些功德都是没办法住于一个基础上 所以说这种信心也可以培养出来 有些人生来从小都是对善法有坚定的信心 邪念 分别念很少这是很多人的福报和前世的因缘不相同的 有些人虽然有一切智慧但是每天都是这种杂念 分别心特别重啊认为这个不对那个是不合理的 还有凡是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到的身体所接触的对境 全部都是粗糙的不美的出相 这样的修行对自己相续是无利的 因此应该观清净心 尤其是听起了这样的上师三宝功德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种欢喜心和恭敬心 这是我们传承上一再特别强调的重要的信念 那么我们现在也继续讲念师的功德 就是昨天前面引用了上圣密修药文里面的教证 全部还没有讲完 那么今天应该讲苦乐凶器等身世尽来世 暂时即究竟苦乐亡灵者 我无欲语处无尽尽了之如是耳思维律律而祈祷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莲花山大师一切诸佛菩萨的重绩是本体的 那么我们精神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感受到快乐也好痛苦也好 遇到吉祥也好不吉祥也好 那么这些一切的一切还有在今生来世 生生世世世和生世轮回的一些大问题 还有暂时和究竟或者今世和来世 所感受到的一切快乐 痛苦全部都是要祈求莲花山大师 就是依靠你来了知一切都是 我们平时说一切都是委托你一切都是依靠你 我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皈依处 有些人皈依树林 有些人皈依外道 有些人皈依世间的有地位 有权势的一些人 但是我们只不过这些是暂时的一处而已 最究竟的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终极的莲花山大师你 一定要心里面对念思有一心意义的 特别虔诚的这样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莲花山大师你一切都是知道的 我们讲了嘛平时都是说莲花山大师垂念我 上师垂念我 莲师垂念我平时都是有这样的信心 那么如是这样绿绿的示威 绿绿的祈祷 那么一定会成就上师 我们现在很多人怎么说啊 就是这种修行确实是数量不够 质量不够 还有我们的精进不够 我们念了一万 两万 十万 百万的话 好像觉得特别特别地多 比如说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一般来讲 智悲光尊者以后念一千万遍念思心咒 但是很多人目瞪口的 哎 一千万那太可怕了很多很多 我看了坎布阿琼的传记里面 他上师给他这样说的 说是按照智悲光尊者的要求 有的话本来是念一千万遍念华生大师心咒 但是这次必须要念三千万遍 上师给他规定的三千万遍 他第一千万遍念的过程当中 他念一百遍的时候又念一个七亲吻 又念一百遍以后就念一个七千文 然后他到了两千万的时候 他好像念了一千遍的时候再念一遍七亲吻 这样来完成的 还有中间记得他说一个小话 什么算小话啊 说是他在念两千万遍的时候 经常到中午的时候到上师那里去 然后上师吃完饭以后 就是好像可能崩范老和尚一样 他自己的住处佛堂转绕二十五圈 然后他也是跟着上师去 跟着上师去的时候 他上师穿着一个浪皮的裙子 然后下面那个鞋子 鞋子可能是那种长通的鞋子 然后那个上面可能你们以前知道吧 藏地古代的那种鞋子 然后上面有一个鞋带 鞋带是经常拖着的 然后上师他自己说我的尾巴 就是拖着尾巴 上师有时候方便的时候不太方便 然后叫阿琼康波你开始拉尾巴 拉尾巴 这样说的 有一次上师方便的时候看起来不太方便 他不注意地说要不要我来拉尾巴 他说要不要我来拉上师的尾巴 让上师说 不怪你是我这样生活 所以你也继续坏了 其实上师不应该这样看着的 他引用了一个金刚句 若舍法见我若应声求我 世人心邪道不见如来像什么 对 他就引用这个教证说 上师一定要看着看为法身 连保身都不能看 摄身都不能看 更何况上师看着有尾巴的一个很难看的 所以我以前看过吧 传记里面说他当时念了两千万遍 后面三千万 具体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念了的 因为当时上师要求他念了三千万遍 而且修五十万加行 背诵大圆满千行 这些我们知道阿尊堪布是火神圣的 布玛玛扎的化身可以这样说的 他整个白天也好晚上的一些景象 全部都是智慧的妙用 但是他在别人面前的确也是 显得特别普通一个人的行为来引导众生 所以我们后学者有时候看到 有时候很多人都口口声声说 我有神通 我有更高的境界 不用修加行 不用念咒语 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是不大程序 因为我们看到无数的高僧大德们 不管是汉地的禅宗也好 藏地的一些密教里面许许多多的大成就者 他们的职务越来越高的时候 对念咒语也好对很多世俗的取舍因果 特别特别注意的 因此很多道友通过现在也是 大家都是比较有次第心的修学 这也是应该很欢喜的事情 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 尤其是上师相应法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大圆满前行讲的时候要求念一千万遍 这个数目是对我们一般现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讲 上师特别大的一个数目 但是我的相续一定要给上师信仰 光是口头上说 啊 我上师啊 我跟你相应吗 你觉得相不相应啊 我觉得好像很相应 因为我看到你的是特别特别的慈悲 好像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相应 不过这几天我好像信心就退了 这样的相应这是个人分别念临时的交往 这都是可以的 谁都是互相见了以后也许是前世的仇怨 也许是前世的善怨有可能不同的感觉 好感 这时候也会有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实际行动当中祈祷 自己时时刻刻的就像刚才教证里面所讲的一样 把自己的一切都是交付于莲花生大师和十方诸佛菩萨 那么我今生当中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生病也好 什么都是以佛陀来了知 有些人都经常说 这个上师你说什么我就照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对莲花生大师我的生活当中 我长命也好短命也好一切都是依靠你来支配 一切都是以你来安排 如果有这样的信心那我相续肯定会与法相应 与圣者的这些境界相应 所以自己虽然没有很多很多的境界 但是我想多年以来的求学最终应该是特别 末法时代的时候像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那样的 一些特别深的法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应该有一种长期的修炼 这样以后你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和主案呢 就是不会剪断你的善心 否则现在末法时代一两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好感 特别精进怎么样暂时性的信心是能发得起来 但是长期的将把自己的修行圆满完成的话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各位应该随时都是祈祷这样的圣法应该很重要 那么在这里也讲了 修我成就一切佛见我现见一切佛我是三世之中极 如果我们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一家能成就一切佛 其他不用一个一个的佛你单独修行 只要修一个佛 修一个法成就一切的 那么如果你能见到莲世的话 一切的圣者都已经见到的 因为莲世是一切善事的中极 第一世 登周法王十二岁还是多少 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到莲花生大师 就是见到莲花生大师从此之后很多佛藏也好 很多精官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无垢光尊者应该是二十八岁的时候是吧 就是传记里面说在那个时候也是见到了莲花生大师 而且莲得了空心心地的灌顶 后来又是莲花生无垢光尊者 运游到莲花生大师刹土 那个时候得到了空心心地教授的传承 后来也前面还是后面称名为无垢光尊者 正面无垢光尊者是莲花生大师给他取的 空心目一心所皆给无垢光尊者取名为金刚庄严吧 所以这些大德们当然跟有些凡夫人 完全要比较起来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弘法力生 事业特别广大的这些人都有不同方式的 受到了莲花生大师为主的诸佛菩萨的加持 有了这样的加持的话 那么对众生自然而然会有利益的 如果自相续当中像苦干的草木一样 那么利益众生虽然口里面喊得还是绅士理解 结果真的是不一定能实现的 所以平时自己的修正作为一些想弘法力生的人来讲 现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应该要有一定的知识或者境界 这样以后你可以感动别人打动别人 也可以射射和加持别人 那么他这里也这样讲的 尽心者面前我无礼和主有清净心性的 恭敬心的这样的行事面前 莲花生大师从来都没有离开也没有前往落叉者 我们谁是祈祷的话谁是在你面前呢 就像莲莲面前有延幕者一样随时都是为你安慰 加持 还有各方面的遣除道障等等这样来设施 乃至虚空知边际有情边际亦如是 乃至业余烦恼即我知事业如是即 虚空没有边际之前有情不会有边际的 有情没有边际的话那么业和烦恼也是没有边际的 那么这样无边无际的时空当中 其实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事业 他摄受众生和利益众生的加持力和他的事业 就越来越迅速我们前面也经常讲了嘛 很多诸佛菩萨的一些事业他也有正法和魔法 就是这样的世界而莲花生大师的确也是 越来越着实 越来越魔法的时候 他的加持就像前面比喻的一样就讲粤论或者日论一样的 就是照耀整个众生的信天它是越来越明亮 所以我们现在着实的时候唯一的护主 大家共同祈祷是特别有必要的 我经常想现在很多人有些对念师 对密宗没有特别大的信心 那没有大的信心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他们的修行不成功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有些人虽然自己的智慧 能力间接都不是很高的 但是从小都是对莲花生大师有著不功的信心 这种信心也是乃至不易的 但是依靠这种信心也会自己的修行圆满成功的 因此末法时代的时候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在课堂上经常都是讲 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的确确确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是大家齐情文经常都是念诵 齐句齐情文谁都会念这个不是很困难的 只要自己有信心只要自己有信心 我们可能念的不一定多 你看那个麦彭仁波切的诗者沃尔他念了一百三十万遍 一百三十万遍的话齐句齐道文还是比较长的 念诗心诸一百三十万遍不是很长的 但是古代的这些人的确是有信心啊 现在社会当中的很多人特别散乱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佛法 如果没有佛法好像各种社会的文明来冲击我们的心 始终得不到一种自在 以前古人即使不是寺院里面不是寂静地方 那生活算是比较平静的 人的心不会那么复杂 不会那么散乱 应该在整个外境是比较平静的 所以在这样的外境的影响下 人心也算是比较平静的 而现在正因为外境不平静的原因 外面可以说用种种的形象 色声香味开始刺激我们 那么我们的心除了极个别的修行人以外 真的是很难以平静下来 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 和自己稳固的信心力可能真的修行 善事善终时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有时候想真的现在特别需要 这个佛法融入心的这种人不是口头上 口头上扮个皈依针或者穿个出家衣服 剃个光头 这倒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谁都剃光头很容易的 两三分钟都可以提现在买出家的衣服也很容易 只要有两三百块钱马上变成出家人 很多人说我现在变成出家人好看马上是 为了好看而出家就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很快的最难得我觉得是 在相续当中真的与法相应 真正生起出离心 菩提心还要对无常观 尤其是大圆满和密法比较高的一些境界 在相续当中生起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能做得到的 除了极个别有缘者可能禅宗当中也是这样的 一个表示心马上已经开悟了我们密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现在都比较少了密宗里面还算是可以的 现在是修学真正的续部里面也好 修部当中的教言不断地修持的也有 很多寺院的附近有闭关石修的 在藏地是比较多的 禅宗当中又是有一部分 但有些现在禅了 有些禅宗越来越把它弄成世俗化了 这样跟古代真正禅宗明星见星的思想 还是有点背道而驰之感 就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光盘外面说是中国甚深之禅 外面显得一个和尚 我想我这个和尚讲得可能很好 我一定要好好地安住在禅文化当中 结果我就放在电脑里面一看 一讲到怎么样买茶叶啊 后来我想算了算了我还是不买茶叶 也是普买茶比较多的了算了没有看 有时候现在这个禅当然也可以这样 通过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可以了解 但是最关键的它的背后 比如说我们说禅的话 真正禅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样 认识心的本性 但是认识心的本性的过程也好 教言也好 传承现在是在哪里 应该要 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个 其他的我们怎么样炒股票 怎么样卖东西 怎么样配茶叶这些都是没有佛教的思想 其实世间人也是一个比一个聪明 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茶是像日本人 日本人的一些配合方法 所以我觉得最根本 我们最需要的 现在世间上的云云众生都不懂佛教的真理 就是这个心的本体 或者真正是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微妙之法 这些是很多千千万万的人根本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的开悟者也好 即使没有开悟也是对佛教有一定的深深定解的人 自己已经完全感受到的人 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世世代代的人 那么这也是延续佛法的毁灭 因此有时候佛教太世俗化也意义不是很大 当然佛陀的教言也随顺众生 但是随顺的时候 原来法王如意宝讲胜利道过的时候也说过 我说的所谓随顺众生并不是说今天有贪心的人 我要顺顺你 我也生贪心 今天有看见一个嗔恨心的人 哦 我要随顺众生 我要跟着你一起生嗔恨心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随顺众生的时候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话我暂时随顺到一定的时候 我回头过来应该把他的思想转变过来 这具有随顺的意义所在 下面也讲了上师密意修教标题的法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说 果尘密宗金刚尘一切广大虚语教 寻受圆满二则量与证精益修上师 密教当中叫密称 称为果金刚尘 那么果金刚尘有广大的续部和修部的教法 当然这些修法如果我们修起来也是会获得成就的 但是更快地更迅速而圆满福德和智慧资粮的 还有如果你想很快的时间当中要通达一切万法最究竟的 金要 这样的人那你无必要修上师瑜伽 而上师瑜伽比什么都快 比什么都深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上师瑜伽也值得修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作为根本上师的 以这样的上师瑜伽一定要修 很多人是想依靠密宗来成就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上师瑜伽放弃 然后在旁边修另一种法来获得成就这是不成功的 历代的不管是萨迦派 格鲁派还是尼玛派的大德 他们当先前上师和本尊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师 上师作为正佛来看待 以这样的信心来修念诗瑜伽会成就的 还有《甘露生虚》当中也是这样说 观修十万本尊圣不如为观世尊圣 观我们十万个本尊比如说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等 十万个本尊当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你真的要很快的时间当中成就的话 那么你修上师瑜伽是远远胜过这些 生计之地和圆满之地的其他的修法 所以这样的修行法特别重要 尤其是修念诗法我觉得对每个人 自相续当中很迅速地开悟 或者说自己今生的生活和将来的死亡 就是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我们知道喇喇勤众仁波切在他的传记当中都讲了 他要接近圆寂的时候他给身边的一个使者 叫阿索是吧他给他说了 说我现在马上要离开这个世间 但是你最好嚷一下莲花生大师来了 然后那个使者也有点害怕到旁边让他了 然后上师就开始以什么作法 做事啊是使者或是还是什么作事啊 以念诗无二无边而实现圆寂了 所以喇喇勤众仁波切一般一辈子当中都是修的是 莲花生大师和文殊菩萨 然后他给很多弟子传讲教言的时候 也是经常用念诗的窍诀来引导众生 引导众生所以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也有一种 怎么说啊 认识自信的这样的 连思于自己的心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安住 这也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在密法里面讲 这个是不是密法 应该是我 大家还是念金刚快乐啊 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根基都不同 有些人特别害怕有些人好像无所谓的 不过也没什么 修行人对生死不应该怕 生死怕的话说明修得还没有成功 应该有一个不怕死的精神 看看如果真的你得了的话你感觉怎么样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修行的镜子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下面就讲《燃娜能巴的佛藏品》里面 就是讲《初世七情法》当中这样说的 我即无尽莲莲莲 平衣利他善意乐 一世华一福藏实 彼则心一福藏法 圣佛藏这个佛藏品当中出世七轻文 其实很多佛藏品里面出世仪轨特别多的 我记得我们多孟师的佛藏大师德琴郎吧 他有很大的遗憾 每一年的五月还是四月出世的时候 就是专门让所有寺院里面的出家人跳金刚舞 三四殿当中专门要念诵这个七轻文特别好 很深的 其他的很多佛藏大师也有这样的初世七轻文 初世七轻法相当多的 还记得以前我们在七十年代吧 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宗教没有开放 隔壁有一个原来寺院的韦洛士 然后韦洛士他家里有法本 就是佛藏大师的初世七轻文的法本 那个法本很厚的就大大的遗憾 长长的 他们家有出家人所以领导经常来去受刹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 然后他们把这个法本让我们家里藏着 然后我们家里没有出家人 所以政府这边比较放心 我们那个时候都比较小 因为藏地每次都是搬家冬天又搬家 还有夏天帐篷搬来搬去 然后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跟弟弟寻找那个洞 因为路上我们不用害怕可能不会来查吧 然后到了那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法本好好地包好 造一个山洞或者一些烟洞 我们到处都去造 后来好像在我们家里大概是藏了六七年了吧 六七年当中一直是藏在我们家里 后来宗教比较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还给老人家自己 后来确实只有一个样本 那个时候因为在解放期间把所有的那些法本全部毁坏 那个老喇嘛都是说 现在我们需要只有这一本 如果这个完了那以后万一有一个机会 这样我们这个寺院都是没办法举行初始法会 后来宗教开放以后的确也是他的那一本 但后来我们当地认为他很了不起 其实是我们帮他藏人 我后来因为寺院也好当地的人们都觉得 哎 这个法本当时没有毁坏很了不起全部都赞叹他 然后我们父母就经常有点 其实是我们辛辛苦苦的这么多年以来 这种佛藏法 其实佛藏法有一种特点 它的意义跟一般智者的分别念所写的完全是不相同的 它的语言很简洁 文字很有美 还有内容极为的甚深 层次分明 需要相当多的文学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佛藏法读起来的时候 跟其他世间人心得完全不同 平时都有这样说 这个仪轨特别好就像佛藏品一样的 我们有这种说法 所以很多佛藏大师确实是在藏地来讲特别多的 因此我们莲花生大师佛法最主要的一个进化 在佛藏当中这个佛藏不管是在世界上发生了 什么战争也好 地水火风也好 甚至其他毁灭世界各种各样的因缘发生 那么佛藏法不容易毁坏 不能毁坏的原因 他连世当时以法愿力摄持 交互于各个地方的一些土生 地生 然后还给开悟的这些弟子们如来藏的智慧当中 依靠他的不可思议不可坚垂的那种加持力进行吟持 所以这些一般的凡夫人通过生死之后 我们的分别念不断地有一些改变 所以原来的那种基因会有变化的 但佛藏因为它隐藏在现空无耳的法界智慧当中 那么这种智慧随时都是通过他的开悟的境界来实现出来 而且实现的时候也是全部是依靠空性文字和教识文字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书里有很多附藏的空性文 这个空性文我们经常也是看过 有时候就像一个加古文一样 那种在书皮上写的一样特别小的 一两个字 其实这一两个字只不过是一种表示的 可以说它是带一种信号这是一种打开的像密码一样的 并不是有些人说那一个小小的宝窃当中 这么大的树汗怎么能放得下 或者一两个空性文字 怎么能显现出那么大量的树汗呢 其实这是一种表示 这种表示完全是能把所有的内容显现 上师如意宝有时候这种佛藏的仪轨 这些显现来的时候立即要写出来 如果你今天写不出来明天有显现 后天有显现 也是这样的 以前德琴郎巴很多老喇嘛都是前一段时间给我讲 他以前当过他的使者的弟子 真正当过的人可能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说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 有时候得了这种信号马上把使者们叫起来 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越过很多山林 一晚上都是要赶落 所以他的很多使者都说今天晚上又会不会去佛藏去啊 干脆我们腰带就不送这样睡着很多人都是有做准备 这样的还有一次上师要求有一个叫什么 我忘了那个名字要求他马上要去佛藏就赶快给我去 然后他们一晚上的去了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去佛藏的地方就是山顶上的树林里 然后他们赶落的时候他说今天去佛藏不是我应该是你 后来他想 我怎么去佛藏我是一般的凡佛人 我怎么去佛藏呢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开始显现出来了 哦 想起来了应该在这里有趣的 后来他弟子去的有一些佛藏有这样的经文 所以佛藏确实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精彩的故事 就是这些故事还有佛藏有一种特点 他的外道各种外道不能侵害就没办法受影响的 然后佛藏的特点还有学术界的很多人的分别念 也没办法毁坏它它有非常甚深的智慧的理念 而且这个佛藏出来之后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加持特别的迅速 就像佛陀刚刚转法轮的时候有很多众生得过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佛藏大师他的这种佛藏品暂时对很多有缘的众生来讲成就的相当快 当然佛藏当中也有很多假佛藏 一样的很多假佛藏师也会出现的 但是这个真假 这个真伪观察的方法 像曼彭仁波切专门有一个叫观察佛藏的陈清宝珠 专门有一个论障 还有《证丹宾》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观察方法 所以说每一个人自称为是佛藏大师不一定是佛藏 有些都是自己分别念来写 就写写一个仪怪你看我成了佛藏大师 自古以来也有一些假的佛藏师这些都是不算 因为莲花城大师面前根本没有给他印尺 收集 只不过是他稍微在文字上动一点 然后自己认为自己是佛藏 有些可能现在这里有些道友自己都是没有证悟 自己已经增上门了 已经开悟了 什么都不用修了 他真的有些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情况跟真正的佛藏品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佛藏法门对着实来讲确实是密法的精华所在 在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五金莲花生大师凭依靠利益他的意乐 一个时代当中化身一个佛藏大师 那么这每一个佛藏大师他会行一些佛藏法 佛藏法有些是开取佛藏的时候 去文字也有 去佛像也有 宝切也有 还有世间的一些其他的各种法器等等 各种佛藏都有去的 像格鲁派 萨迦派 其实他们的宗派当中也有少年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莲花生大师所隐藏的 原来法王去美国的时候他们说 美国人说莲花生大师来过美国多好啊 我们这里也很想去个佛藏 的确藏地的很多岩石 湖里面经常能去到 我们以前看过上师如意宝的广蝶 在青海的湖里面去金刚萨埗的时候 好像上师的身体都是那么重 但是水里面基本上到了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去出来 以前我们也看过上师在古鲁派去过一个佛像 然后上师到不丹的八桌大厂 八桌大厂去了一个简单的仪柜 当时法王说如果去的话在八桌大厂 因为莲花生大师成就的那个山洞在那个山洞里面 如果去的话有九汉莲花生大师的蒙修法 但是这个一方面对不丹国家如果现在去了 有一点损失不能去第二个他老人家发愿 下意识来去这九汉法本因此他又再一次交付于佛法生 就去了一个小小的仪柜 还有尼泊尔山洞里面去的金刚萨埗法的佛藏法 然后到不丹的有一次上师如意宝去一个佛藏大师的 叫哥勒求扬还是娘里玛兆吧 他们在他后代的一个家里面 当时那个佛藏大师所取出来的一个金刚爵 然后上师看到那个金刚爵之后 写了一个八大发心的仪柜暂时三年当中要保密 保密之后可以弘扬于人家 但过了三年以后我也有一次问过 可不可以现在开去上师说缘起还不成熟 其实如果真的还是要开去的话 可能内容是特别多的当时闻思记录的 所以这样精彩的故事确实也特别多 这不是神话实实在在是 现在这些佛藏大师们的这些作品 全部都是堆入山一样的是有的 每个寺院里面他这里也讲了 每一个地方出现一个佛藏大师 但这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不能忘他的一种纪念品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佛藏大师根本在世界上来讲是不出名的 像舍大这边 舍大一个小小的县城里面 现在不知道以前好多佛藏大师 而且他们有些佛藏大师的书特别多 三十几汉 二十多汉特别多 然后我们路火那边也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但是这里面也是以前的很多佛藏大师 他们的书汉都是 基本上一两个寺院都可能有一个佛藏大师那样的 但这些并不是出名的他的那种佛藏法 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们极个别的修行人 我原来看过有一个叫做勒处郎吧 他的一个续部的佛藏法真的看了以后特别的 后来我问了一下他一点都不出名 基本上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佛藏大师 所以这样的现象也是特别多的 解释莲花藏大师的 他见眼花水花无有量 无尽大师恩无比 一语 精语 一身敌 解释莲是纪念碑 在一个地方也有一个潮汕的地方 比如说这是莲花藏大师的义加持的 生加持的 功德加持的 事业加持的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也是莲花藏大师的经验碑 一一地劫 依佛藏 解释莲试纪念碑 如此美意存诺 弥足师们的法规 或相互方便等种方便方法也是成为莲花藏大师的纪念碑 在各个藏力是特别多的 很多地方真的有些仪轨 有些方便修法 相符修法这些都是 这是一个我刚才讲的一样 小小的范围当中极少数的人在使用 原来我们觉得这么多的佛藏品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 但后来看起来确实莲花藏大师有不同的缘气 对不同的众生得利益而买佛藏的 种子调花不可思 皆是念是纪念碑 未来与我信守者 谁人与我兴起戒心 我即安着彼者前 每月初时之计日 谁人受持 谁念我彼者与我无合理 这里也讲了谁对莲丝有信心的话 那么莲丝在他面前进行灌顶和加持 尤其是每一个月的出世 我前面也讲了这个吉祥日的时候 谁人受持 谁人忆念始终是不离开的 因此很多道友以后出世的时候尽量的 如果各方面的修行因缘成熟当然每天祈祷 每天白天晚上都祈祷 很重要的 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修行时间 那么到哪里去的每一个月的出世呢 要想 哦 今天是莲花藏大师有不共的承诺 对众生面前有不共的承诺 然后他要特别地加持所有的众生 所以在十月出世每一个月出世的时候 要特别齐情念始求加持做回功 做任何一些法事 相续当中真的是获得寻求加持 莲花生绝不忘于当生欢喜信述者 我以前《旅途教义》里面好像用过一个福藏的 当时用的一个本马能巴的一个教证吧 那个教证里面主要说是着实的时候 如果对佛藏法是有信心的话 说明曾经见过念士的而且发过愿的 所以这样的善愿者应该生起欢喜心 我看在座的很多人从表情上看来 对佛藏法很有信心的很有兴趣的 那说明按照巴马能巴的教言或者手机的话 你们方便的时候倒是看那个教证 就说是我们以前对念士确实是结上过善愿的 就结上过善愿应该生起欢喜心 如果我们没有结上这样的善愿的话 可能一讲起来福藏的时候 有一种反感或者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大家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欢喜喜呢 看来你们都是莲花城大师的大弟子 根据这个教证我也想可能是以前当过啊 《草地王称众敌者上显愿者出时日》 《我必将临历时日言》 《莲花生日我不欺他》 对当时离开藏地前往罗刹国的时候 他对藏地的王称都已经承诺 你们每一个月的出时就开始给我祈祷 我一定会降临只是发了这个诗的 我念诗绝对不会欺骗任何人了 以七句祈祷得如牛加持 觉受感应时时我降临相 我们用七句祈祷文来祈祷 然后祈祷的时候他得得像河牛一样的不断的加持 不断的加持有时候自己都是感觉特别舒服或者很起信心 这说明粮食已经降临了因为凡夫人业力比较深重的 不一定如愿马上看得到的 以前的这些圣者们经常边修边念识 你所修的本责就前面显现 但我们有些可能业力比较轻的人晚上做梦的时候 或者说感觉上连世在加持不断的灌顶 自己有一些感应 感觉的话那个时候说明已经降临了 这个降临的相是这样的 我是无奈却子也障碍尽 而是面见我世俗所化前正诸落差经 然悲不间断我诸行事前 莲花生大师他说我本来本体上是无奈无趣的 业力清净的众生面前我可以显现的 本来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在念识前往罗刹州 然后在罗刹谷在红色铜山对他们罗刹众生转法轮 但是悲悯这些可怜的众生 谁祈祷我会在他面前加持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通过这次的学习真的有信心 有这样的信心对佛藏法也好对念识的教法 还是有很大的心结这样的心结对自己即生的成就也好 或者说是感召特别有殊胜的缘起 所以莲花生大师的佛藏里面还有长寿水的佛藏 这个跟汉地和蒙古的历史也有关系的 以前有一个大圆满佛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叫释迦光 是释迦光的尊者他特别厉害 不管是降伏也好还有驱伏藏特别厉害的 当时蒙古湖北里他跟他的弟弟开始争官位 后来他听到藏传有一些秘法 修法 然后他通过秘法的一个上师的降伏法 降伏法念咒语之后已经胜过他自己的弟弟 然后他获得了王位获得王位以后 后来听说释迦光在藏地有一个长寿水的佛藏 护卑尼专门派一个金字诗诗写一个金字的信 要求释迦光尊者一定要取出长寿水的佛藏送给我 如果你这次真的是埋怨的话 那么我以后对你们前藏后藏的密咒诗 给予各方面的方便 后来佛藏大师当然中间可能有比较广的历史 其实这个历史在秦师和登珠佛教师都有 当时释迦光带着汉地来的使者和汉地 还有其他很多成千上万的人 他那个去佛藏有两种去法 有一种去法佛藏大师他自己到山东里面 或者自己到什么地方去的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是公开的 所有的人当中公开去的 有这种 然后他当天是公开去的到山东里面去 到山东里面去的话 山东山岩的门口有一个风轮 这个风轮一直不让他们接接 后来佛藏师念一些咒语 到了大开山东的时候 山里面有很多黑色的碳 碳里面有特别奇怪的一个大的青蛙 然后这个青蛙好像那个青蛙长着还是什么的 那个时候又风轮不断转了 风轮不断转的时候他们都没办法去去 后来上师念咒语让它的作用取消之后 开始打开下面去去的时候 里面有马途冥王的像还有金刚海姆的像 金刚萨埃德的像还有十三个修法仪轨的执掌 然后在下面有青蛙的瓶子里面有长寿水 应该梁花生当时都是长的时候都是 然后这个取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的惊喜 然后拿出来之后本来这个鲜行如果上师喝了 上师都可以喝到一百水 但是上师只是把一点点站在舍头上 没有和鲜行吧 他只是表示一下 然后他就交给那个侍者 那个侍者说白天晚上都是从藏地一直干到汉地 然后交给护比尼护比尼非常高兴 一次他已经长寿了长寿说是一百岁 但是看历史上好像一百岁大概九十多岁 还是八十多岁凡是已经很高利了 后来护比尼跟前藏后藏的所有的人 当时可能他们需要参加军还是什么不用参军 还有给了很多地让他们建寺院 当时蒙古这边提供很多的方便这是历史的使者 所以有些历史上看对复藏法确实是 不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特别地接受 当时后面你把释迦光上师给他称呼是一个霸蟹 霸蟹看有些历史上面说他是跟过失相当的一种地位 他虽然不是过失但是因为给他供养长寿水的话 他也得长寿所以国王特别喜欢长寿 后来给他称呼以过失相当的 有些说是过失相当的有些说真是过失的称呼 八十是一个过失的称呼 所以我们念诗法其实从历史上看 也极少数的大人物或者世间人 也感受到他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但真正他的一些加持 威力还有修行的一些作用 这些都是修行者 尤其是在寺院里面 大多数修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人 才能真正感受到他里面殊胜的微妙之法 下面就是说 如是欲出师精进祈祷我 一味堕轮回 诚信义附我 莲花生大师说出师的时候 我们如果精进祈祷他 那堕入轮回或者这些全部都是也可以念读 一心一意地依附于念诗 诸如此类的念诗的金刚语真实不虚 清口承诺的有许许多多的 这样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不知道以后应该是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心 现在特别希望各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修行人 对密宗不但没有排斥 而且自己虽然表面上是修显宗的 但实际上修这样的密宗的确有殊胜的加持 所以说今天就讲到这里